俄羅斯總統普京說他同意美國的建議 讓反對派的代表進入敘利亞政府 但他並沒有支持讓敘利亞總統阿薩德立即下台的主張 普京在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期間 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記者的採訪時說 確保在敘利亞建立民主制度的唯一途徑是制定一部新憲法 然後根據這部憲法重新選舉各級政府 普京沒有正面回答記者提出的有關阿薩德 聲稱要奪回敘利亞每一串領土的問題 但普京說需要在所有有關方面進行談判 包括和美國 美國政府表示希望阿薩德立即下台 但普京說這是無法實現的目標 並且說這不是在敘利亞實現變革的途徑 普京還對美國總統大選發表評論 他說他會與任何選民選舉出的候選人合作 但他重申他認為共和黨候選人川普是一位聰明人 普京說他讚賞川普保證要恢復俄羅斯和美國的全面關係 表示他會歡迎這種變化 當被問到美國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時 普京再一次避免直接發表評論